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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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平日功課繁忙 或者難以接觸和認識這麼漂亮的香港自然生態 有團體就以大自然為主題 設計一款卓相遊戲 內容涉及動物生態 和自然環境的互動 玩家值遊戲學習自然生態 比單純閱讀更入腦 所有的學習活動 學生必須要自己有個興趣 才能學到東西 否則你讓牠睡覺 很悶 什麼都學不到 遊戲玩法是 玩家要在不同的生態場景內 放置自己的生物牌 按照若育強食的自然定律 將若細的動物淘汰 每個回合可以存活下來的動物 可以令玩家獲取點數 最先累積夠點數的玩家就勝出 但遊戲有不同的事件 例如山火 足以改變整個生態格局 和所有動物的命運 馬雲奇就表示 香港的學生平日極少機會 進行野外考察 希望用不同的方法 加強學生 和大自然的聯繫 除了認知知識之外 情的方面很重要 你要去感受大自然 你要去感覺大自然 你覺得它重要 你才 take care 因此玩完出遊 團隊也會帶學生走出火室 到戶外親身感受大自然 認識不同的生物 並希望學生能夠明白 香港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應該學習保護環境 等不同的物種都可以公存 東網記者馬永利報導 都好